小朋友要長得又高又健康 鈣質吸收很重要 但小心這五種零食吃多 恐怕長不高 來杯奶茶超好喝 但奶茶果凍罐頭 汽水和口香糖 是小朋友最愛零食 偏偏是身高殺手 奶茶糖分脂肪量偏高 只會讓小朋友容易長胖不長高 汽水是高齡飲料 喝多會影響鈣質吸收 青少年愛喝汽水 骨質風險多三倍 如果劇烈運動後再來喝汽水 骨質風險更高多五倍 汽水這些的 那這些就是含有磷酸還有磷的這個部分 就是會影響到我們鈣質的吸收 斷一斷的果凍讓人一口接一口 但大多含香精甜味劑 明膠吃多營養量低 也容易影響肝腎代謝 而口香糖營養價值幾乎零 罐頭食物超方便 但高鈉之外 經過高溫殺菌也殺光營養 吃多也會長不高 當你鈣攝取過多的時候 其實在我們腎臟部分的鈣的 再吸收會減少 那造成我們鈣的排出增加 鈣質三大死對頭 就是高油高糖和高鈣 小朋友最好少吃 因為每攝取鈣100毫克 就會流失鈣1.4毫克 而高糖高油會堆積脂肪影響造骨細胞 記得奶茶罐頭果凍口香糖 少吃一點才有機會長更高 記者黃迅洪富人高雄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請鎖定中式 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